这带有声音啊 这有跑步的 踩在上面发出的声音 似乎里头是中空的 而往旁边看 地面整个凸起破裂 也让一元钟二林直呼太夸张 汐止区新济公园在今年初启用 在4月份大型攀爬网 就出现黑色神桥连接处 已经严重的断裂所患 在请市府进行改善整修之后 现在连接处都已经加强安全多了 我们的攀爬网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松脱 脱落或断锁 那今天来 确实我们的整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攀爬网 已经非常的坚固了 而且之前该补偿的部分 确实也如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加强之后 我相信在使用的攀爬网 让我们的孩子呢 能够更为健康 而且也是很好玩 那因为延延暑假 我相信这个新济公园 这一两个月 确实是孩子最向往的一个地方 邮据修复完成 以元钟二林特地来关心 不过这一看却又发现 一旁的闽石子地面又出状况 除了这一面 已经整片清料不见 而另一边 已经放三角锥围住的地方 只见地面已经凸起破裂 大小石块山都在旁边 经常带小孙女来玩的民众 就说应该要尽快改善 关于新济公园 因为我常常带我小孙女 去那边玩 他们喜欢爬绳索 甚至于在儿童迷宫 还有小水池在那边玩 那最近有发现说有一些绳索 有段落 然后还有地面凸起 像这些问题 其实蛮希望说他们的维护人员 高滩局的这些维护人员 如果说有看到的时候 立即报修 避免减少这些孩子 小孩子受伤 雅琳真的觉得很离谱 而且很夸张 我们新济公园 从二月起用到现在 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 已经有两次的这样子的问题发生 想不到因为天气的这样子的热帐冷缩 让我们新济公园的这个 磨石的这样子的地板 已经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突起 而且已经大片大片的 这样子的一个剥落 现在暑假期间下午或是假日 都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 不过才启用半年的新济公园 之前邮据坏了 虽然现在修好了 却又出现地面碎裂 而且突起处中空 连整个手掌都伸得进去 议员就担心损坏范围越来越大 尤其小朋友跑来跑去 踢到很容易会跌倒受伤 实在危险 所以议员也要求相关单位尽快整修 其实这过程当中 让雅琳再三地感到忧心的事 这么空旷的这样子的一个新济公园 居然隐藏暴露了这么多的危险 那这一两天雅琳也责请了 我们高滩处的处长 无论如何要尽数来针对我们的新济公园 做一个全面性的检修 景临基隆河畔的新济公园 全灵化邮局提供大小朋友休闲游玩 议员就希望能够定期的检视 发现问题尽快改善 保障大小朋友尤其安全 就像惠林细致采访博道